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室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售 近一个月魏先生的小展终于在7月的最后一天出现了 7月31号,小展出现在曹玉诞成110周年纪念活动之上 以青年演员的身份与著名作家编剧 同时也是曹玉大师的女儿万芳女士对华 这一次自上次公益直播之后 小展终于再次出现在直播活动之上 总算不再是物料和采访视频了 这回是真真正正的新鲜站了 曹玉大师是现代话剧成就最高的剧作家 这次诞成纪念活动特别采用到的是巨演结合的模式 舞台设计零打光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 一身浅色搭配的小展显得格外的清新 非常符合青年这一标签 简约的蓝色套头卫衣配上白裤白鞋 小展面对前辈的时候姿态端正 露露大方 没有过分的小心翼翼 不过乖巧的坐姿还是暴露了他内心有些许的紧张 一身学生气的小展 肩背挺直微微前驱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十分多钟的采访 他基本都是维持着这个姿势的 那叫一个标准了 不过他这样严肃认真对待的样子很是诚恳 不管是观众还是前辈 看着都应该很舒心的 镜头拉近看 虽然没有了打光肖战的状态也很不错 反而让他轮廓更加的明显了 看到这样的肖战 粉丝应该可以放心了 胖瘦程度刚刚好 比起之前几次露面偶尔显露出的憔悴 这次好了很多 相信他也已经调整好了心态 据主持人介绍 这次的对话并不是导演组安排了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你一位年轻的演员 肖战在看了曹玉先生和万芳老师的戏和剧本 以及书之后 有感想有疑问 然后他列了一个问题清单 托人转给了万芳老师 所以主办方就将这两代人的对话安排在了这里 让人感受到了 肖战在网络纷纷了老当中 依然秉持着一刻学习沉浸之心 在于万芳老师对话的期间 肖战是话不多的 只大致是提了两个问题 都是围绕着曹玉大师的作品 语到平和缓缓到来 听着很是舒服 语速适当 发音也很清晰 直播活动收音往往是很一般的 心上的观众很容易会听不清楚 肖战这方面的话还是很有经验的 这时候还得为他的聆听态度点个赞 别看这一段环节有十来分钟 但其实肖战占据的时长并不多 重点也都是在万芳的女士身上 万芳女士对待肖战的提问也很认真 回答的详细又细节 其中有一句说你作为一个演员 所经历的痛苦在某一天也会呈现出 积极的一面 很是让人感慨 听着这些的肖战并没有露出很激动的表情 时而微笑 时而皱眉 应对很得体 更没有引导和插话 从始至终都维持好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一点都没有喧宾夺主 活动之后大合影都是站在一边的 还一直都在欠让位置 其实作为流量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参加直播活动粉丝太多会刷屏 就算没有动作出现就会引起关注 可惜很多时候不是端正好自己就没有纷扰的 这次活动 肖战方没有做预告 只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 简单单的完成了对话 对话与整个纪念活动很是契合 建议有空的话好好听一听 看一看 一定能够有特别的感悟 吃瓜不宁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你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